七個我的劇組的幾位主演 歡迎張一山 蔡文靜 高泰宇 張曉謙 還有范夢 歡迎各位 而且我們七個我也是中國首部以多重人格為題材的懸疑愛情 偶像劇 沒錯 這部劇呢也在我們下午的新冠即時的活動當中呢 剛剛宣布定檔了12月13日 鎖定了我們的騰訊視頻 請會員搶先看 還是那句話 抓緊五折的機會 來 我們請五位 哇 衣衫特別的紳士 來 我們請五位先一起拍張合影 好不好 我們可以緊湊一點 因為實在太冷了 你們可以 對 可以往右邊一點 好 我們大家可以緊湊一點 抱在一起都沒關係 因為現在只有零下六度 好 我們一起比一下代表騰訊視頻VIP的V的手勢 哎呀 非常有依山這個耍寶的性格 看一下中間的攝影師 來個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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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醫生被我們攝影師弟死了 說來個正常的 依山說我這就是正常的 來 我們看一下左邊 好 再看一下右邊 好的 來 這次我們其實也知道 衣衫在這部劇當中試驗裡有多重人格的角色 對對 所以一個人要分辨七個角色 有什麼樣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就是挺好玩的 然後沒演過這樣的角色 然後基本上大家生活中印象中的那些性格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基本上都讓我演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以後能演什麼戲了 對 當然了 這部戲很有可能演砸啊 我剛才來錄上 我就想 想了 我就必須跟廣大媒體啊 廣大觀眾朋友們說一聲 就是一旦覺得不好看 騰訊還有別的更好看的戲 不要在我們這兒一棵樹上吊死 就右上方有一小串你可以點 然後它就沒了 然後你可以去看別的啊 先給你們打一某 臭話先說前頭啊 這就是我們七重人格的負三代的個性嘛 所以我想問問我們的文靖 和這樣一個七重人格的負三代相處到底有什麼樣的感受 就感覺自己以前精神還挺正常的 然後拍完了就不太正常了 對 然後也是一樣的 上面有個小叉 就是所謂碰到精神病以後精神就好多了 是吧 對對對 對 來 又請 大家好 我是高泰宇 我在劇中飾演張一山的堂哥 沈凍傑 你介紹啊 你演什麼 我演白猩猩 我演好多啊 好煩 我演好多啊 好煩 我演的是白猩猩的哥哥 白向榮 在劇中是一個推理小說作家 哈嘍 大家好 我是范夢 在劇中飾演沈憶貞的初戀蘇婉言 謝謝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我們就一起來期待一下 在明年就能看到你們的這部劇了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大家不要隨便的點插好不好 我們好好的看下去 要好好支持我們的張一山 支持我們所有辛苦的演員 大家都是特別努力的為大家帶來精彩的作品 我們再次感謝各位光臨我們的現場 好 我們內場請 謝謝 有請內場休息 謝謝各位 來 準備好你們的掌聲尖叫聲 讓我們歡迎